新任的考试院和监察院的提名人选确定之后呢 今天包括了正副院长在内的所有被提名人 先是到了总统府 之后又到立法院拜会了立法院长王金平寻求支持 希望人事全案能顺利过关 总统马英九接见考试院和监察院正副院长 还有委员提名人 放眼望去女性被提名人数量大幅提升 马作特有表示男女平权已经成为国内选拔人才的重要因素 不过也希望大家不要有个别拜票的行为 虽然提名作业告一段落了 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要通过立法院的同意权的审查 有鉴于考试委员跟政策委员都必须独立行使职权 所以各位不宜有个别拉票 拜票或者是饮宴这些行为 离开了总统府一行人紧接着到立法院 拜会立法院长王金平寻求支持 那是不是要延会 大概下礼拜我们会做桌落决定 看看相组同意间的这个日期是怎么安排 那当然接着是需要再去拜会 各党团内我想我们 我已经跟杨域市场三年过了 然后就依照我们现在这样表现 就是需要 提点在提点 别忘记拜会朝野党团 考监人选虽然出炉 但要想人事全案顺利过关 还是得拜拜码头 U-DN TV 陈明彦 朱旗宇台北报导 欢迎订阅